一樁監視器預算牽扯出 柯蔣之間的愛恨情仇 柯文哲這三天兩頭 就為了多出的九千萬大洞干貨 講完會說 這個彈書是議會做的 我也知道 我的問題是 你為什麼要配合議會的彈書 你為什麼要配合廠商的要求 而且是不合理的要求 把所有臺北市政府的攝影機 全部改成三Megas 甚至前一晚更秀出 卸任前最後一份公文 反擊蔣灣說他任內調高費率 根本是混淆視聽 因為依據前市長豪龍斌 簽約的議定原則 三Meg費率原本是兩千兩百八十元 而在他談判之下 調降為兩千二 至於蔣市府為何增加九千萬預算 要求蔣灣別再胡扯費率 為了謝澤而說謊 敲鑼開戰 蔣市府更點出預算大增足音之一 就是柯文哲任內就已定下監視器 汰換計畫 新的機具 當然也得用上網路傳輸費 如果臺志光真的很爛 柯文哲八年難道你在睡覺嗎 垃圾不分藍白 就是藍白聯手 讓臺志光越來越大 對臺北市政府與取與求 不讓柯文哲孤軍奮戰 黃珊珊也毛起來開酸 蔣市府很聽話 乖乖用了三妹還嗆說原來議員們才是真正的市長 他當過那麼多年的議員 又當過副市長 他是最沒有資格說話的 我建議一件事啦 我們邀請柯市長到議會來 跟蔣市長一起在議會來備詢 不是備詢 我們邀請他來諮詢 暫貼下了 就看仙教正的接還是不接 懷信文 陳志雪 張若柯 台北嘉義 採訪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